他逃到那个医幼院 因为怕警察抓 他逃到那个医幼院去的时候 看到那个医幼院 破破烂烂的 刘宛荣碰到了 那个医幼院的院子 你怎么这个环境 变得这么差呢 为什么不修呢 他说因为我没钱 那你修要多少钱 刘宛荣就说 好 你去修 我来负责 当时涉案逃亡哪有钱 刘宛荣竟然抢赌场 把钱捐给育幼院修缮 尽管是做善事 但违法手段人不可取 竟要法师回想 刘宛荣在江湖上 后称冷面杀手 有时却有颗温暖助人的心 民国七日三年六月二十号 位于土城的海山煤矿 因为进出坑道的台车 插销煤插好 造成滑落撞击高压电 结果引发爆炸 这期以外造成了 七十四人死亡 矿工的家属 看到他们的这个家人 一具一具从矿坑里面挖出来 哀嚎遍野 刘宛荣正好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看到他很不忍 他把他身上逃亡的钱 几百万整个就尖了 身为逃犯 能这么有大爱吗 无从考究 不过有次竟要法师去看守所 预防人员主动拿了刘宛荣的捐款收据给他 三峡 一发生火灾 那么烧死了一家山 烧死了几个人 那刘宛荣 因为看到的这个报纸上 登了之后 他就在 这个看守所的这个牢房里面 花旗 监陷 连他本身已经被判的死刑 关在土城看守所 他看到社会有这种悲惨的灾难的时候 他依然能够这样子的去 这个施展他的爱 禁药法师担任监狱教语师 三十四年来 辅导过许多囚犯 对于刘宛荣这五年多的辅导 仍印象深刻 他有一段时间 他也生病 那么就住到病舍 那病舍呢 几乎关的都是精神有问题的多 那他本身的对面呢 那一位呢 这个很特殊 他每天创造的这种香气 真到香到人家都受不了 那刘宛荣呢就跟主管说 可不可以把他打开他的门 我去帮他 就回照粉 那这个泡了水 就开始往他身上浇 几个小时把他处理了